違反職務喪之義務 待以執行職務或 言行不檢則 加以警告 我請教你一個問題,警告要做什麼 是要加薪是不是 警告就是說 你不能這樣做 警告是不痛不癢 那嚴重的話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加重的法則 這個職務監督就是 就是這樣 你是要警告 你警告一百次也沒有用啊 嚴重的話就會變成 我看 二十二條 二十二條被監督的法官 有前條第一項第二款的情形 情結重大的話呢 那可以用監督權人 可以用那個機關的名義,那請求法官 評鑑,委員會來評鑑 好,那這樣本集同意 那不然假如說你只有看到 第二十一條裡面只有寫到一個警告 警告事實上是不痛不癢 你跟他警告一百次也是警告 跟他警告一千次也是警告 那等於就是說 沒有辦法真正達到我們要的一個目的 那所以說我剛才會對這 提出一點質疑 那有關二十二條的部分 當然就是說也希望能夠定得更周圓 假如說 真的是他換了所謂的 這幾項的一個規定的話 我認為就是有加重嘛 不要只有警告嘛 加重蓋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嘛 他那個二十二條第二項 他的被監督的法官 二十二條等一下再談 我是說 警告不聽的話,那就是情結重大了啦 好,謝謝 那針對二十一條的部分 來,請